斷帶圖書館 各位貴賓我們終於踏上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織帶的展覽室 織帶博物館 織帶圖書館設計的概念 就像圖書館一樣 因為我們很多評價 或是加工方式 我們就用這種分裂的方式 讓它呈列出來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斷帶圖書館 目前我們現在裡面的 這個款式大概有十萬種 每一種裡面它有它的 比如說使用的原料 它的組織 它的印刷方式 它的加工方式 它的包裝方式 也就是說每一個款式也有大概五個 五到六個 數據在裡面 十萬種就將近五十萬筆的數據在裡面 學生或是年輕人上來看這個東西 是說現在只講大數據的概念 拿到裡面每一碗裡面的QR Code 一掃它以後 我們就可以馬上得到這個數據 它這一款的斷帶 它是使用什麼原材料 是用尼龍 或是使用特多龍 那它使用的是什麼燃料 衰性燃料 分散性燃料 或是它使用的是 雞丹女的原料砂 這些數據馬上可以出現 這是現在我們已經做到這種程度 這裡剛才講到說 有將近十萬個item的這個支帶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牆上的這些 機械手作的 這裡有高速編紙機 勾邊機 有急挖機 有格子機 有高速機台 我們現在所站的第一排這邊 它算是一些半成品 這是用我們的支帶 做成的一些 BOB 這是花 斷帶花 它用途很廣泛 像比如用在童裝 或在法式 這些 斜材 都用得到 這些都是我們的半成品之一 像這個小斷帶花 我剛剛有講到說 它用的很廣泛 衣服 像這個女孩子內衣 還有我們像那個 鞋子 鞋花 還有很多裝置 都可以用得到它 它早期 在早期在我們民國 大概七十年八十年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在台灣做 那時候呢 我們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家庭代工的方式 這個家庭主護啊 它又可以兼顧著家庭 然後又可以做手工賺錢 那時候就是一個口號叫做客廳級工廠 那個早期香港首富 李嘉誠就是做塑膠花 我們只有比它高檔 我們這個都斷帶花 柯小小的花 這麼小的花 從兩毛錢 三毛錢 五毛錢到一塊 兩塊三塊 這樣一路下來到最後 沒人要做了 那時候因為整個台灣經濟起伏 都起來了 太快了 而且那時候台灣有一些東西 什麼叫什麼叫 大家樂 大家都去玩大家樂 沒心情做這個啦 這賤太慢了 說去唱老公 去拜拜 這麼快喔 那時候忙一次 簽一次就不得了 所以那時候 沒有人願意做這些手工了 但是這個 這件事情就很麻煩 他跟陌生威姐也要唱工 他那邊就用機械花 太柔軟了 還沒有辦法的機械去做它 我講的 我們必須要往外去移動 那時候剛好 有開放大陸 我知道 我們就也必須把這一部分的東西 移到那裡去 那疫情以後 從那邊變成幾分錢啦 幾千啦 幾分錢 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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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結果 它的成本比得比較高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 可能又要回來台灣來做了 這是我們這些斷呆花的 遊覽跟過程